理工大學師生 我很希望理工大學師生 這次來到盧旺達做這個服務學習 可以將他們的知識 應用在這個項目上 因為這個就是為了培養學生 一方面就是對社會的責任心 另一方面呢 他也可以了解更多社會的需要 提升他自己的專業能力 所以是一舉三得的一件事 服務學習的主要內容 就是為當地的一些沒有供電的村民 裝太陽能板 讓他晚上有照明 讓那些小朋友晚上也能夠學習 為了解我來為了 為了解我來為了 為了解我為了解 為了解想要學習的 音樂器 所以我學習的東西 都很新來 我最重要的步驟 為了解家人 但事实上我们会介绍经营的房子 然后会问他们几个人 例如,几个人在家 什么需要光明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了一个方式的光明 我们的目的是一种教育训练习的方式 如何制作的方式 如何解释他们 所以我们时离开 他们会拖累我们的工作 所以他们可以帮助他们的方式 能为那些舒cän的工程 每次都在乌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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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努旺达这个国家 我看到学生很投入地去学习 很投入地去帮当地的居民 建设太阳能照明这个系统 教导当地的居民 如何车衣服、设计这些衣服 令到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 也希望他们的技能可以帮助到他们的牟生 令到整个卢旺达的发展有更好的帮助 这个设计是在乌旺达的知识 我们教他们用了帐篇 为更多钱 和互相交流互相交流互相 其实他们教我们的图案 是很不同的 他们用了一些更多的方法 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料 然后他们可以描述的同样东西 其实那是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我们在同时的组织 那我们从未曾经想到的 我们在乌旺达的城市 在乌旺达的城市 我们在乌旺达的城市 在乌旺达的城市 我们在乌旺达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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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舍以为 to share the family I sincerely hope that this collaboration will continue allowing us to learn more from each other and contribute to the betterment of our community To share the her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